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道友是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此族啊 这一点也并不奇怪 因为当年这几个上古大族对灵界其他种族过于欺凌 最终呢被大部分种族联手给灭杀了 不过这几族实力太强大了 当年灵界诸族也同样的因此被灭了十之七八 现在的灵界大族都是在那次大战之后才强大起来的 否则的话哪儿容得他们在灵界称王称霸 而邪龙族等名称自然也含有人知了 血读是轻描淡写 说出了一件上古时候的密文 韩历呢听得有些晕了 如此大的事情 怎么人族和非灵族的典籍中就从来都没有记载呢 心中奇怪之下 他忍不住的问起了此事 我说的上古时候啊 是灵界初开诸族刚出现的前古时期之事 你们非灵族当时还未在此界出现 那自然不会记载这些事情了 血读黑黑一笑 哦 原来如此 韩历 这才恍然了 据人族典籍记载啊 原族在灵界出现的世间 应该还在非灵族之后 没有记录这些事情倒也不是什么奇怪之事 就在这韩历和血读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的时候 殿门外脚步声一响 木青从殿外走了进来 血读和韩历口中话语一指 上前给这位妖王见礼 木青点了一下头 就身形一晃的坐回到了金色巨花上 然后呢 一言不发的单手拖起了下巴 此女似乎有什么事情难以拿定主意 好一会儿没有任何人说话 韩历有点惊讶 像一世的望了一旁的血读一眼 此血读啊 却面色平静异常 似乎呢 对眼前的情形并不感到意外 韩闹有 你听好了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但是 在两年之内 必须给我掌握 辟邪神雷的驱使法门 如此的话 在鬼婆子那边的两年 我自然会帮你推却掉的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黑光中传来了木青的话语声 韩历神色一动 只能苦笑一下回答 木青前辈有令 晚辈自会尽力 嗯 你最好尽力 否则的话 我不会白白的让你跑到鬼婆子那边的 木青声音一冷 冰寒了起来 寒历心中一沉 只能是低声不语了 三亿之后 你搬到我的木经洞中去 这两年 我会亲自指点你驱雷之道 血读血识之事 这两年就交给你这事处理了 木青一转 用不容置疑的语气 冲血胶吩咐道 是 主人 这一次血读真意外了 但马上反应过来 硬声答道 杭力呢 也是愣了一愣 好了 我有些累了 你们下去吧 吩咐完之后 木青挥了挥手 杭力和血胶 自然只能失礼之后 退了下去 哎呀 韩胜机缘不小啊 竟然能让主人亲自指点你修炼 这可是千年难逢的好事啊 一出了大殿 血读突然宠杭力说道 墓中呢 有一丝异色闪过 是吗 在下还不知道两年的时间 是否真能修成驱雷之道呢 杭力却连连摇头 略微有些郁闷的样子 哈哈 主人既然这么说 肯定是有把握的 韩兄弟 无需多心 血谋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那就先告辞了 血读却哈哈一笑 随即身上血光一闪 顿时化为了一道血光远去了 韩力站在原地 目光微眯地 看着血光在空中消失不见之后 这才一转身 向自己的住处 徐徐走去 没过多久 韩力就身处阁楼当中了 将禁制打开 彻底地遮蔽了其他人 溃叹的可能 他脸色一沉盘坐在了床上 目光闪动不已 半晌之后 他忽然抬起了一只手掌 五指一分露出一个手心来 在其手心中 莫名地多出了一个 米粒大小的黑点 宁神细望之下 赫然是一个无字 见到这个字 韩力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古怪出来 若说先前还对原谣身份 有些半信半疑的 此刻却全信不疑了 这个字符 就是在原谣从他身旁擦身而过的时候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其手中的 其过程一丝灵波都未散 连穆青美妇等可怕存在都味觉分毫 以一名区区的化神级别的存在 能做出这等事情出来 实在是有些骇然 难怪韩力神色如此异常了 伸出一根手指 往手心中的圆子清新一点 指尖处一抹绿光过后 将此字就擦拭掉了 韩力双手缩回袖中 神色不定地静静地思量了起来 过了片刻之后 他默然又伸出一只手掌来 一声嘀嘀的雷鸣 一团金色雷球凭空地从手中浮出 拳头大小 体积呢微微丈缩不定 表面一根根金灿灿的电丝 更是闪烁不定着 韩力看着此雷球面无表情 双目呢却一下子微眯了起来 当年他无意中催生出金雷竹 并炼制出了七十二口青竹风云剑 从而可以借助剑中辟邪神雷之力对敌 可是从来没有想过 此雷电有这么大的来头 而且还另有什么特殊的驱使法 若是真像这些地缘妖物所讲 辟邪神雷是灵界五行真雷之一 号称什么智木神雷 威力可以再增加十倍以上的话 那威能之大实在是难以置信了 立刻可以成为他的杀手剑之一 不过辟邪之雷之势 固然是好事一件 但要他去什么明河之地 并且这些妖王如此大肆的炼制鬼兵傀儡 风险之大也是可想而知了 他自己一个不小心很可能陨落其中的 好在听对方的口气 起码还要六七年光景准备的样子 他呢还可以细细的再斟酌一下 看看能想出什么避免此奇险的方法来 倒是能在此地重新遇见了原谣 不可谓缘分不小啊 当年的原谣不惜自毁金丹 也要让眼里浑浑自然值得敬佩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对方是否还是这般重情重义 这可就不好说了 毕竟人心最为善变 但是看原谣的意思 并不愿意露出和其相识之事 这是倒让他暗松了一口气 虽然说冒充非邻族之事 不算什么必须隐瞒之事 但是韩丽仍不想让自己的真实来历 被这些地缘的妖王们知道 韩丽心中慢慢的思量着 说起原谣来 他脑中将当初和此女数次见面的情形 详细的回忆了一番 当回想到在虚天殿的密室当中 见到此女用灵犬洗玉的情形的时候 此女完美无瑕的体型 不禁在脑中一闪而过 让韩丽心中的起了一丝波澜 但是马上 南宫婉的身形在心底涌现 随即清除异常起来 充斥了韩丽的整个心头 这么多年过去了 若是一切顺利的话 她在人界也应该进阶到化神了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才能和自己的爱妻 重新在灵界相聚 南宫婉的阴容笑貌 在韩丽的脑中翻滚不定 和爱妻在天南双素情景 更是接连不断的出现 韩丽脸上显出了一丝笑容 整个人陷入到了温馨的回忆当中 许久之后 当南宫婉的阴容渐渐消失后 另一张娇艳绝伦的面容 出现在了韩丽的心神中 同样的让她身处在了往昔的回忆中 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 一生长长的叹息过后 韩丽终于重新的清醒了过来 脸上患上了苦笑之色 没想到被原谣的往昔知识一刺激 既让她心神失守了如此长的时间 这也幸亏附近无心怀恶意之人窥视 否则那可就危险了 不过她既然一时无法离开地缘 和袁瑶呢 总有机会再见面的 和其在联系之事 倒不用急于一时 韩丽心中慢慢思量着 面上再次献出了思量之色来 三日之后 站在了一座小山面前 望着眼前几乎连石头 都经营碧绿的诡异的山壁 一丝惊讶之色 在墓中一闪即逝 这就是本作用来闭关修炼的墓金洞 此地墓灵之气之浓 即使在整个灵界也是不多见的 修炼墓属性之人 在此栋修炼 足可有数倍的修炼效果 一旁的墓青傲然地说着 当韩丽按照吩咐三天之后来见墓青的时候 此女带着她翻过了几座大山 并进入到一片充满静置的迷雾之后 终于在这诡异之地停留了下来 这里已经离原先的住处颇远了 此女竟将修炼之地设在此处 的确是大出常人预料的 不过眼前绿色石壁光滑如镜 哪有什么洞窟啊 韩丽神念往上面扫了数遍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面露一丝古怪之色 木青几步向前走到了石壁前 单手啊 往上面轻轻一扶 石壁上 一抹绿霞闪过之后 无声无息地裂开了一个大口 露出了一条直通其内的翠绿色的通道 通道入口处被一层绿蒙蒙的光幕给封闭住了 同时呢 在入口的四周 有一些古怪的符文在附近的石壁上引现 显得是神秘异常 韩丽满脸都是恶然之色呀 石壁后有这么一个通道 以他的神念之强 怎么就没发现呢 看来这些帝渊妖王 果然有一些匪夷所思的神通 还真的要多加小心了 韩丽心中一领 木青身形一化 率先走入到了通道当中 绿色光幕对其丝毫影响都没有 韩丽迟疑了一下 自然跟随其后 结果不知木青啊 先前动了什么手脚 光幕呢 同样没有阻挡他分毫 在二人进入光幕后不久 整面石壁光环一闪 通道入口就此消失了 不光如此 不久之后 整座碧绿的石壁 同样光芒一暗 普通无奇起来 另一边 韩丽跟着木青 在通道中足足走了好一会儿功夫之后 这才眼前豁然一亮 出现在一间不大的厅堂当中 厅堂呢空荡荡的 除了七八个通往他处的门廊外 再无其他东西 身处此地的含力 可以感应到 从地下和四壁散发出来的浓浓的灵气 心中是很是高兴 喜的是 此地木灵气如此浓郁 两年内掌握了辟邪神雷的驱使法门 似乎不是不可能之事 愁的是 这位木青连如此灵地都舍得让自己使用 可见其对他是势在必得 以后要摆脱这位妖王的控制 那绝对不是轻易之事 跟我来 我给你安排一下住处 此后两年的时间 你就要在此地度过 不要外出木经洞一步 四周我已经布下了一种 极其厉害的禁制 没有我亲自打开 你也走不出此地的 木青口中淡淡地说道 话语之间呢 透露出了自信之色 杭力嘴角动了一下 并没有说什么 默默地跟着此女 走入到了另一条通道当中 穿过一个种满了奇花异草的大花园 杭力被带到了一个 不知名金属炼制而成的 淡黄色的大门前 木青止住了脚步 老 这是我平常用来打坐的一间密室 就先借你暂时居住修炼了 从明天开始 每隔七天 我会指点你一次辟邪神雷的驱雷之道 七天之后的中午 你到厅堂找我就行了 好了 你自己进去吧 我去另一处密室了 此地除了我不下禁止的几处药地外 其他的地方都可任你出入 木青表现得倒也异常大方 多谢前辈厚爱 杭力连忙称谢几句 但是木青一说完这话 淡淡地望了杭力一眼 就一转身离开了 目睹此女在小路上一拐弯 身形彻底不见了 杭力这才轻叹了一口气 推开了眼前的黄色金属大门 走进了密室当中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时间如梭 一闪即逝啊 一年的时间 这转眼就过去了 这一天 迷雾中 看似普通的小山上空 骤然出现了异照 无数黑云在低空处汇聚出现 接着 青色电光闪动之间 阵阵雷鸣之声从云中隐隐传出 仿佛在乌云中正在诞生一只可怕的凶兽一般 突然 小山顶部的地面上 突然浮现出了一个石鱼杖的黑色法阵 表面黑蒙一闪 顿时两个人从中显现而出 一人黑侠级身 身材苗条 一人呢 一身青袍 面容年轻 正是木青和韩丽二人 在这二人一出现的瞬间 空中 雷鸣之声大作 乌云一下子方滚剧烈起来 云中浮现的青色电弧 变得密密麻麻 声势惊人一场啊 木青 抬手看了一下低空 平静异常地说道 没想到如此之巧 你的天结竟在此时来临 但是 你身怀辟邪神雷 外加 已经对驱雷之道初不了解 这等程度的雷结 想来能轻易的应付 凡可趁机呢 印证外加魔力一番 对你真正的辟邪神雷 大有好处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木青说完这话 脚下光阵 光芒一闪 人漠然消失不见了 刹那之间呢 这山顶上只剩下了 寒历一人 寒历见此情形 只能苦笑一声 自己在临界的第二次 小天结来临 竟然会在此地 让他也是大感意外 好在灭臣丹 他一直在服用中 并且呢 也服食得差不多了 线下的天结 不再是那恐怖至极的 两色雷结 而是普通的青色天雷 不过就算这样 寒历仍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毕竟啊 这是他的第二次雷结 不敢过于小事 寒了一张口 顿时一口青色小顶 喷出了口外 同时呢 伸手往头颅后一摸 一片片灰蒙蒙的 霞光也飞卷而出 形成了一层光木 护住了全身 然后他这才口中一声低喝 两手一握拳之下 顿时嗡鸣声一起 无数道金色电弧 从身上弹射而出 往空冲弹射而去 片刻之后 一张金色的电网 在外层浮现而出 上面电光闪烁 霹雳之声不止 与此同时呢 空中的青色电弧 越来越多越来越亮 终于在一声 惊天动地的巨响之下 无数的青弧 从空中狂击而下 目标呢 正是小山顶上的寒历 拇指粗细的电弧 仿佛一条条青色小蛇 暴风骤雨般的扑向 一头就扎进了 最外层的金色电网之上 寒历幕中一光一闪 单手一掐绝 金色电网一声雷鸣 从网上浮现出了一片片 模糊异常的金色符文 滴溜溜一转之下 默然化为了一片片 仿佛悬涡般的金色的光韵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青色电弧和这些光韵刚一接触 只是电光一闪 就没入其中 踪影皆无 整个过程无声无息 仿佛被金色光韵吞噬掉了一般 片刻之间 成百上千的青色的电弧 大半的都被金色的光韵吸入其中 小半则被金色电网一滩而开 发出了轰隆隆的爆裂之声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九百四十二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九百四十二回 第一波天雷落下 韩利亚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就一如反掌的接了下来 吸纳了如此多青色的电弧的韩利 头顶是狂涨了数倍 二十余战广的范围全都笼罩其下 而第一波电弧刚停 第二波天雷又在空中凝聚成形 比先前的粗大的数分 青湖再次坠落而下 韩利单手掐绝 伸出了一根手指 在虚空中飞快地滑动了几下 金光一闪 一个金灿灿的符纹 凭空在手指下浮现而出 随即一声霹雳过后 化为了一道金湖 从空中击舍而去 一闪过后 符所化的电弧 没入到金色电网中 整张电网顿时一颤 漂浮在其中的树团光运 滴溜溜一转 往同处地方一聚 聚成了一个金灿灿的 巨型的光运 里面隐隐的 有符纹飘动不已 就在这片刻的功夫 第二波青湖 就已经气势汹汹地击落而下 同样的一幕出现了 威力大增的青湖 飞蛾投火一般的 没入到光运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波天雷威能 显然呢 不是第一波可比的 在密密麻麻的天雷狂击当中 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原本静静漂浮光运 探斗了起来 甚至光运中 传出了嗡鸣之声 并且是越来越大 但是 下方的金色电网体积 又增大了小半 金湖交织闪烁之间 呲拉之声大响 再过片刻 一声闷响过后 金色光运 终于浮现出一道道白痕 随即呢 在天雷狂击之下 一点点溃散消失 没有了阻碍的电壶 直接就劈到了电网之上 两者刚一接触 清光金芒交织一团 轰鸣之声大气 响彻了半个天空 以空中金网巨大 即使天雷凶猛异常 仍稳稳地悬浮空中 一时之间呢 挡住了坠落的大半清湖 偶尔有一些漏网的天雷 也被下方的原词神光一扫 不见了踪影 站在山头上的寒厉 望着空中的情形 却没有再出手 释放辟邪神雷的意思 似乎呢 另有所图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金色巨网 终于在轰鸣声中 寸寸碎裂 第二波雷劫也在此时停住了 但是空中乌云是漆黑如墨 翻滚的是越来越激烈 几乎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突然浮现出一颗颗 青色的雷球出来 每一颗呀 都有拳头大小 表面是清光四射 同时呢 云中徐徐转动 仿佛威力比先前的电弧 强大了许多 寒厉脸色凝重了几分 黑白分明的两只手掌 同时往空中虚空一按 顿时空中灰色光辖 为之以宁 随之一座黑乎乎的小山虚影 在灰光中诡异浮现 几乎同一时间 在灰光上面 漠然浮现出了 五只骷髅头的虚影 每一个呢 都有车轮半大小 同时一张口 五色光焰 滚滚出口 瞬间呢 又形成了一层防护 浮现在了原磁神光之上 接着 寒厉低贺了一声 盘旋在 头顶的青色小顶 在灵光大放之下 狂胀了十数倍 化为了 仗许大的一口巨顶 顶内 青霞翻滚 因有雷龙之声喘出 第三波天雷 毫不留情的迹象 一颗颗青色雷球 仿佛巨大的冰雷 发出了怪异的雷鸣声 声势远胜前浪波天雷 在化神初期 就能抵挡两色雷结的含力 自然不会 人此等程度的攻击 也无法抵挡的 这些雷球一杂入五色光焰中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五次一芒 闪动之下 所有雷球下落之势 变得起缓无比起来 纷纷的被困在了光焰中 转眼之间呢 光焰中 轻光闪动不已 百余眉雷球 仿佛被同时定在了半空中一般 寒雷神色一动 灰色光霞中的黑色小山虚影 是滴溜溜一转 四周灰光 顿时往空中一扫 漫天雷球 在原磁神光扫过之后 就此呢 都不见了踪影 同时 下方距顶处 一阵清光大放 众多的雷球 诡异的出现在了顶口处 一阵轰鸣过后 就被无数青丝一喷 全都拉入到了顶中 寒雷看着这个情形 脸上呢 露出了一丝笑意来 半个时辰过后 小山空中的乌云 徐徐散去 雷结 早已结束 寒雷身影的 已经身处 木精洞的密室当中 他盘膝坐在一块铺团上 身前悬浮着青色小顶 此时的小顶 顶盖大开 在电光闪烁之下 不时的有低沉的雷声传出 寒雷凝望着此顶一会儿 单手一招 小顶一闪 徐徐的落到了手中 一拍之下 通体一颤 从中呢 吐出了一团鸡蛋大小的雷球 此雷球 电光闪烁 表面仗幅不定 但被一棚青丝包裹其中 无法挣脱而出 正是寒雷收取的天结之雷 此天雷纵然说 比不上当初收取的金银天雷 若微粒呢 也远比普通的雷电强 有此机会 寒雷自然大量的收取此雷电 好用来再链制一些雷球 单独一两颗雷珠 也许只能对链须级存在 有些威胁 但若是十几颗一起寄出的话 连合体器的修饰 那也要退避三射的 除了一开始的两波天雷 重新领悟的辟邪人雷功法 抵挡了余下的天雷 青色雷电数量之多 足够一口气炼制数十颗雷球了 但是因为啊 天雷本身的威力 这些雷珠的威能呢 比以前的呢 要逊色一二 如此多的雷球 足可以成为 它用来对付未知危险的 一记杀手锏了 不过这次天结啊 固然没有对它有丝毫的威胁 但是按照天结一次比一次厉害 再过七八次之后 它可无法这般轻松了 至于进阶炼虚后的大天结 从第一次开始就极其的危险 炼虚集存在 不妨有人第一次接触就陨落的 远非天结可比 不过呢 这些都是后话 现在他要面临的 是如何从底渊脱身的大麻烦 韩丽一想到 以后要面临的危险 脸色又阴沉了下来 这一年来 木青此妖女 对他驱雷之道指点 还真是不遗余力啊 再加上他本身 在辟邪神雷上 也造诣颇深 故而那短时间之内 就掌握了一定的 释放法门和积雷之法 看来两年之内 达到木青此妖女的要求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 木青啊 对他的态度和蔼了许多 平常在传授完驱雷之道后 也会偶尔指点他一些 修炼上的问题 以此女的境界 对区区的一名 化神级的指点 自然让他收益不小 韩丽当然不会因此 就真的老老实实的 在此地待下去的 在此期间 他数次啊 悄然的四下探测出路 看看四周的静置 是不是有漏洞可钻 并研究如何去除体内的 四道印记的方法 真的有办法解决的话 他当然是逃之夭夭了 但是结果让韩丽心中 大量了好一阵啊 这木金洞 四周的静置悬傲 远非他所想象的 一旦被木青关闭之后 整个洞窟几乎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囚龙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悄然离开 当然了 并不是说这个真的没有办法破除此地的禁置 无论原词神光还是石灵天火 在破除禁置上都是灵眼无比 但是若施展这两种神通强行破禁 恐怕他这边一动手 那边立刻就被木青此女发现 那下场可想而知呢 至于四大妖王 在他体内种下的印记 更加的麻烦了 这些印记啊 在体内仿佛扎根一般 用尽了各种的方法 也没有办法驱动分毫 唯一的办法呢 只能用体内的萤火一点点的炼化了 但合体级妖王的印记 哪是这般可以容易炼化的呀 不要说他这边一动印记 可能立刻呢 就被印记的主人察觉 就是他真的让他强行炼化 没有个三四年的时间 哪儿可能成功呢 如此一来 怎能不让韩利大感郁闷呢 不过韩利也不是一般之人 苦思冥想之下 倒也另行啊 找出了一条临时的出路来 就是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用原词神光和辟邪神雷之力 暂时的遮蔽体内四条印记的感应 虽然为了怕打草惊蛇 韩利没有尝试过此手段 是不是真的可行 但以他对这两种神通的神妙的了解 他呢 起码有七成的把握 可以做到此事 当然了 这种遮蔽 只能是出其不意 临时性的 一旦被这四大妖王发掘 并在一定距离之内 强行召唤印记的话 恐怕他无法真的遮蔽多久的 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韩利长吐了一口气 仿佛将心中的这份烦恼 全都吐出了体外 随即呢 将手中的小鼎往身前一抛 准备开始炼制雷珠 虽然说呀 这里是穆青慈女 以前的修炼之地 但是被他重新布置下禁制 倒也不用怕被对方暗中监视 当即 密室中雷鸣之声大起 韩利开始一颗颗的炼制雷珠 数日之后 一道绿光 从花园方向飞射而来 一闪集市 没入到了密室的大门中 不见了踪影 好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黄色大门一开 韩利眉头微皱地 从密室中走了出来 脸上满是奇怪的表情 现在并没有到七日的 传授驱雷之道的日子 穆青慈女 怎会传音符召唤去过去呢 这可是这一年间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心中带着一丝疑惑 韩利时徐地 向花园中的小路走去 在他手腕上的储物灼中 已经多出了三十多颗 青色的圆珠 每一颗 拇指大小清光灿灿 这些雷珠 已经耗尽了 韩利收起的大半天雷 若不是母亲传讯过来 他可准备一口气 将须天顶中的天雷 都炼制出来的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不过 当韩利走到厅堂中的时候 不禁地为之一愣 因为在此厅当中 除了母亲此女坐在那里之外 旁边还赫然坐着一名血袍人 竟是地血老怪 韩道友 地血道友到此 可是特意找你的 母亲单手持着一个茶杯 悠然地冲韩利说道 找晚辈 韩利虽然有所预感 脸上呢 还是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 不错 老夫是有事找你 莫非忘了我当初的传音之语了 血袍人声音 仿佛金属般的声音 万辈自然没忘 前辈有何吩咐啊 韩利纵然心中嘀咕不已 但此时自然不会说什么否认之言 墨仙子 你可听到了 这可是韩小子自己答应帮忙的 你总不能再推辞什么了吧 血袍人黑黑一笑 妾身没有什么可推辞的 不过地血道友应该很清楚 让韩道友尽快地掌握辟邪神雷的重要 你说的三个月绝对不行 我只能给你一个月的期限 否则就要影响我等的大事了 沐青品了一下口中的香茶 不动声色地说 一个月根本完不成我的事情 我要炼制的傀儡也重要无比 同样是没有办法耽误的 要不这样吧 请他借我两个月的时间 这样呢 应该勉强够用了 地血老怪传音了一下 如此说道 一个半月 多一天都不行 沐青在黑光中冷冷说道 丝毫不客气 好 一个半月 就一个半月 来不过 要借一下沐仙子的传送阵一用了 血袍人目光闪动树下 竟真的点头答应了 传送没有问题 我会将你们直接传送到血远山 到时候我也会亲自把人接回来的 沐青声音一缓 大有深意的讲道 哈哈哈哈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韩小子 那就跟我走吧 血袍人哈哈一笑 站起了身 大半天之后 地渊五层的某座 幽黑的大山前 一个隐秘的石台上的传送阵表面 黑光一闪 两个人以而浮现而出 正是 韩丽和血袍人 韩丽刚一从传送 眩晕中清醒过来 一看眼前的情形 却是心中一愣 只见 再次传送阵旁边 赫然站着 另一名血袍人 此人一见 韩丽望来 当即发出了一声怪笑 韩道友 你总算来了 我的四大子血傀儡 可需要你的辟邪神雷 加持一下 只有这样 才能在明河之地 派上大用场啊 此血傀儡 韩丽听了这话 心中一灵 具体的消息 到了住处 我再和你细说 似乎因为要用到 韩丽的缘故 这位血袍人 表现得客气异常 韩丽当然不会有 什么反对的意见 跟着二人呢 向幽黑的大山飞去 此座大山 约有四五千丈之高啊 两名血袍人 带着韩丽 直奔山腰处顿去 结果 一座百余丈高的 不起眼的山崖 出现在了眼前 一名血袍人走上几步 单手一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立之手呢 木然一扬 让韩丽目瞪口呆的 一幕出现了 整座山崖一阵颤抖 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 在黑光闪动当中 幻化成了一颗 巨大无比的石质胶手 上面还遍布青苔杂草 胶手上 两颗巨大的石木 猛然一扎 竟睁开了双目 露出了一对血红的眼珠啊 森然的杭光 在韩丽和两名血袍人身上一扫 胶手缓缓地张开着大嘴 竟露出了一条 返着白光的通道来 进去吧 一名血袍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和另一个人的并肩走入其中 韩丽脸上金色一脸 双目微眯地仔细打亮了 胶手片刻 这才走了进去 里面的通道异常的宽大 足有四五丈之高 四臂呢 都用四方的黑色石头启程 每隔一段距离 镶嵌有一颗拇指大小的叶明珠 并一直往山腹下方深入的样子 两个血袍人并肩在前 从一进入通道之后 就一言不发 不过呢 等通过这通道之后 进入地下百余帐 前面一片空旷之地上 同时出现了七八个并列一排的入口 全都一般无二 此情形让韩丽有些意外 但是两名血袍人丝毫停顿没有 随意地走入了其中一个通道当中 整座大山啊 仿佛被掏空了一般 密密麻麻 山腹中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通道 迷宫一般呢 而且在这些通道当中 时不时的能看到一个个形态各异 手持各种巨刃的傀儡 在里面来回寻走着 这些傀儡 有的金光灿灿 通体呢 用金属炼制而成 有的灰蒙蒙的 是土石凝聚成形 还有的行动灵巧 却是用整块的灵木雕刻而成 无论哪一种傀儡 显然都散发着惊人的灵压 甚至呢 有几只形态特殊的傀儡 大约有着化神级别的实力 韩丽看了几波之后 心中感到的是震惊异常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九百四十三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